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这是我们从法院判决看工程鉴定的一集 我们今天会谈的一个案子是关于水利工程 还有鉴定报告里面提到关于水利工程的 用再生材料所产生的争议 这个案子有一些部分我做了一些隐蔽 但是你还是可以查得到 这是2019年的案子 那他在讨论的事情就是一个营造厂 然后他去告经济部水利署 他是第几核参举的 我把那第几核删掉 然后一般你在看判决书的时候 你可以先从结构上来看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结构 结构就是你会有当事人 比如说你会有原告 还有会有被告 然后还会有他的判决书就是会有主文 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事实级理由 那他在事实级理由的话 他就是会从程序 他们一般最常讲的就是你先程序后实体 所以他们会先讨论程序的事情 什么是程序呢 就是你先不要管你争执什么 先讨论说你真正会有影响的内容是哪一些 程序上的内容是哪一些 什么是程序就是说根据民事诉讼法 在诉讼法上面的一些流程先去讨论 然后再回去讨论这个案子里面正在争议的是什么 先程序后实体 因为你如果没有先把程序弄清楚的话 你就算是实体是对的 程序是错的 那会变得很复杂 那很多优秀的律师 他们会去用程序去扰乱实体 因为你如果程序是错的 就算你实体是对的 那也是错的 然后实体的部分是判决书上面也会琢磨的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大写一啊 大写二 我觉得他们的格式不太好 我有一段时间 希望这个能够透过立法的方式来去调整 他应该要写的一二三 比如说我们在国外常常是一 然后我们这样讲 比如说他应该一 一 然后呢 一点一 一点一点一 一点一点一点一 所以你就很很清楚的 你可以看出你的阶层在哪里 但是台湾的没有这个样子 实体部分原告主张什么 他就会在这边写说 原告的主张是什么 然后后面他就会想被告的主张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提不争议的事项是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明的结构了 然后争议的事项是什么 接下来他就会提 那我这个本院呢 我这个法官 我的看法是什么 然后最后就会有一个结论 OK 那我们就开始来讨论这个案子的内容 他就是一个营造厂去告经济部水利署 他要他告他告他要什么 他要他给他工程款 还有返还履业保证金 工程款跟履业保证金 那程序的部分就是 他有提到一些程序部分 这部分我们先跳过 因为这部分跟我们要讨论的 比较没有关联了 那他实体的部分 他们在争执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营造厂他认为说 你这个业主这个核川局呢 应该要给他尾款 还要退他履业保证金 那他这个工程的内容是 大概是3000多万 最后结算下来 修正下来是2760万上下 那他已经请了2600万 他还有160万 还有保证金100万没有领 那他为什么不给他呢 就是原因就是说 由于被告怀疑原告 所使用的稳凝土 掺非天然的力量 这是一个关键 他说他有可能掺非天然的力量 本件工程完工后 一直没有验收 然后他们在107年 向公共工程委会 申请履约争议调节 这是打错字的 应该是调节 经两招合议呢 在他们的调节过程 他们合议 委由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建筑技术学会 进行工程鉴定 OK 他委托的是 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建筑技术学会 我们也可以在网路上 找到建筑技术学会的 一个相关的资料 那他写到就是说 他们有各个各个界的理事 长还有他们的会员 那中华民国建筑技术学会 它是一个相对上比较小的一个工会 那建筑技术学会 他的专业的鉴定结果是什么 他是认为说 他做的这个工程的 用了 非天然的力量 什么叫非天然力量 那就是说 他的混凝土 我们混凝土里面会有 水泥 还有会有水泥以外的骨材 还有水 所谓骨材就是说 可能会有厘石啦 沙子 用来当作是 整个结构体 能够去抗承压的一个材料 他掺了一个非天然的材料 那即便说 他掺了非天然的材料 那他们有何意义的一个 鉴定机构呢 他有提到就是说 他在混凝土的 硬化能力符合工程的企业需求 没有膨胀物质影响耐久性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 一直在讨论这个 炼钢或者是说 相关的一些制造流程 所留下的一些炉渣 或者是炉石 那他能够把它碾碎 或者是把它磨碎之后 可以拿来替代天然的材料 他不是不行 他们现在很流行这样子 用一些再生的材料 但当然可能他们的契约内容 其实并没有同意 他用再生材料 然后他用了再生材料 他说呢 他用了钢渣呢 推测 他在这个整个混凝土里面 他有用 5%到10%的钢渣 那他就建议就说好 他就用7.5%去计算 他认为说品质没有问题 那可以合格验收 然后这几%就是 扣40万就可以了 那也应该退人家的保证金 这个是他们的鉴定的结果啦 然后被告就是这个政府机关呢 这个经济部水利署和川军呢 他就认为说 你讲的是不对的 你讲说我应该要 不与计价的只有40万 但是我认为不与计价的 应该是要1000万 这差相当多 那他为什么认为 不与计价的应该是要1000万呢 因为他认为说你里面所用到的 结构混凝土的材料 不符合就不计价 而不是说就不符合的部分去 只算不符合部分的7.5%去扣除 他认为是就不符合的部分的100% 他都需要去做不与计价 那所以他认为说 他里面的 他根据公共工程会 就是他们在 旅约调节的过程里面 他们在工程会那边的调节的内容 应该是已经有把相关的数量 做出来计算了 那相关的数量做出来计算 就是说 他1400公斤重 每比较公分 这个就是2000磅的混凝土的强度的范围 他单价是1000多块 一立方是1000多块 那这个是3000磅的 是1200块 就这个部分呢 他的单价还有他不合格的总数量 去乘上的话就是有大概180方 还有一个是这比较多 8000多方 乘上去 不合格的部分就是有1000万 那他认为应该要有10% 根据他的契约 厂商为依契约读说 施工的处理方式第三条 不符合规定 除了不符合的材料费 不予计价之外 应该要按他价金的10% 作为这个 惩罚性的违约金 所以他加起来大概就是1000多万 是1100万 是认为他应该是要退还 应该他是没有办法计较 那好 那我们就是 法院一般的处理就是会 把两兆的主张全部都列出来之后 然后再去提不争执的事项 然后争执的事项是什么 最后再把他的判断做出来 他们不争执的事项就是 契约 然后契约的嫁金 然后开工 完工 验收了日期 他发现结构用混凝土 掺杂如扎等金属 无料 验收不合格 以领取的金额2600万 保证金100万 那我们接下来看 增值的事项是什么 增值的事项就是说 这个经济部这个政府机关 他这个核酸局 他去减价的范围到底是多少 营造厂认为你就是减40万 但是这个政府机关就是说 你应该是要减1000万 再加上100万的惩罚性的违约金 好 那接下来就轮到法院他的判断 这边就是核心了 我们也可以用来观察一下 这个工程鉴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他在开始判断的时候他就有提 然后就是说他先提什么是承揽契约 承揽契约的本质跟内容是什么 然后他再从承揽契约里面去提说 你承揽契约其实用在你的承揽的标的物 这个工作物的品质不符合你契约的约定的时候 一般我们是准用买卖的规定 买卖规定就是减价收售或者是解除契约 但是你很难减价收售 因为你很难解除契约 因为这个工作的规模比较大 它不是像说你去吃一碗牛肉面 然后你发现牛肉的数量 你那个半斤半粥应该要有筋跟肉 结果他没有筋全部都是肉 或者是全部是筋没有肉 像这种问题比较好解除契约 就是他把面端回去你就把钱拿回来 营造工程比较难做接触契约 所以他在讨论的就是要怎么去做减价 那他这边有提到就是说 发现结构物混凝土金属物料 而验收不符合格 然后发现有5到10%的炉炸 然后他们委托建筑协会去鉴定 那去确认他是不是符合减价收手的要件 所以其实最后 法官其实做出来的判决是认为说 营造厂他去请求你只能够扣40万 然后要还我100万的保证金 他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原因就是 他们认为他们双方合议的这个鉴定 只限于去鉴定 是不是符合减价收受的要件 而不是去计算减价收受的金额 另外就是说 他们的这鉴定报告可能也是 写的让法官觉得没有办法说服他 为什么 因为他有提到 你这里面的7.5%刚才不计价 应该扣除7.5%是在5到10%中取一个中间值 并非精算的结果 所以就是说你在鉴定报告的分析 跟处理上来讲的核心是 你真的是要把整个鉴定的内容 去详细的去做相关的分析跟计算 你要说服的不是只有当事人 你甚至是要说服的是法官 让法官他能够去形成一个新证说 你这个计算是有基础的 你并不是取个中间值或者是盖估这样子 你只要有这种中间值盖估可能一试 最后法院他都很难做相关的判断 因为他判断出来结果他还是得付 法官还是由他自己的责任要负担 所以最后呢 法官他认为说你的本件力量中7.5%的钢渣不计价 就认为两兆应该受他的拘束 则无意架空附入额的约定 使之成为巨文了 当非两兆订约的资源亦应可认定 所以最后他认为说你直接去把整个材料的7.5%去扣除 当作是减价搜索的范围 法官认为那是没有道理的 应该是你有受到影响的混凝土的土方 混凝土的体积的全部去计算才是符合契约的本子 所以这个案子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讯息 就是说一个鉴定报告本身 他需要有足够的资讯跟内容 去说明他所要解决的争议 假设他没有足够的资讯跟内容去解决的争议 只是简单的讲说 5到10%是有函 那我就抓7.5% 然后他就抓7.5%的部分 他没有进一步去讨论说 为什么他认为7.5%是有道理的 不是只有概括5到10%的取一个中间值 同时他也要能够去很明显的 很明确的去说明说 他会有他这种计算的结果的原因 是因为说他认为 他在鉴定的过程 他应该要去分析说 他为什么认为 他的7.5%去就整个有影响的材料部分去做 减价是合理的 他要去计算 比如说从合约的本质 然后从政府采购相关的规范 或者是说从7月的标价清单 跟他们的相关的单价分析 去分析说 我今天放了一个炉渣 对于你的结构强度如果没有影响 也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的话 那你要怎么让机关能够去说服 机关的老板 机关的老板就是立法院啊 机关的老板就是可能是民意代表 或者机关的老板就是社会大众 你要写得很清楚 让他能够去说服别人 那你就可以让别人去对你产生财信 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在讲 这个鉴定报告里面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们再下一次再讨论相关的内容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案子 谢谢大家